盘点近20年时大,未达到大众预期的黄马球星,有你钟爱的那人吗?阿内尔卡1999年3500万欧加盟,关于80后球迷来说年少成名,这个词指的是他,萨姆埃尔2004年2000万欧加盟,可惜当年的银河战舰最新于前场堆积球星,他更多的十分是孤身面对对手猖獗进攻,随即是狼狈不堪的被打破画面。 伍德盖克2004年2000万欧加盟,他在黄马期间重伤停赛17个月,玻璃人称号银尔而起,卡萨诺2006年500万欧加盟,可惜随即到来的主帅卡佩罗早在意大利就和他闹僵了,自然没在黄马得到太多的出场时机,他分开黄马时,以致被球会免费出让,阿德8月2011年曾短租于黄马,表现尚可, 最终却未能达成转会分歧,促成了阿德8月的热资之行,卡卡2009年6700万欧加盟,可惜伤病迫使其过早分开最高程度的竞技场,也间接促成了C罗的上位。 罗本2007年3600万欧加盟,虽然尔后加盟伴人获得了一名职业球员,能获得的全部荣誉,但是群众印象中的他是个光头,其真实黄马时他还留有不少头发。 迈克尔欧文2004年1200万欧元安东尼奥努内斯加盟,效能期间已没了早年的灵性,达尼洛2015年3150万欧加盟,近来总算赢得了较多的出场时机,他在黄马的故事还算未完待续。 科罗、西齐2015年2900万欧加盟,没能成为莫德里奇的接班人,2018年,已寻求其他平台开展。